HELLO 大家 今天呢 看著我 騎著我的腳踏車 還有點生素的樣子 終於到了 就在旁邊 看到嗎 喔 差點跌倒 我們待會就在這邊啊 接下來呢 就來帶大家看一下我的挑選卡鞋的過程吧 那因為這邊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卡鞋品牌 所以待會呢 我會請我同學 推薦我一雙 他覺得最適合我的卡鞋 然後一起試穿給你們看 然後今天就去體驗一下 我的第一次刪卡吧 欸 我覺得這雙很適合你耶 你等一下試試看 那我們就來試穿一下吧 這叫什麼牌子啊 就NW OK NW NW的鞋 感覺很厲害 我們來試穿看吧 他這一雙三鐵鞋 最主要就是 讓我們在穿鍋上來講 會比較方便一點 一上車之後 直接那個 能夠再拉緊 拉緊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個卡鞋跟 穿一般跑步鞋 直接踩 是不是效率會差的 會有很大的差 OK 好 那我們就來試穿一下吧 OK 好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拿的這個是 日本Shimano品牌的鞋底扣片 那這三個扣片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於腳的左右的移動量 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紅色是零度 就是踩下去之後 我們腳的移動量 基本上是被完全固定了 是幾乎是沒辦法動 在短距離的比賽 那講究比較集中出力的時候 腳的移動量是指這樣嗎 對 左右的移動量 沒錯沒錯 藍色的部分 它是三度 稍稍的有一點點範圍 騎車的經驗 已經很豐富了 也非常的穩定 然後在長距離的使用上來講的話 是非常棒的一個扣片 黃色的話它是六度 所以它的活動範圍比較大一點 黃色是最適合出入門的 像我這種新手菜鳥 那我們就來只能選黃色吧 因為我們是菜鳥車手 OK 我們就來試裝一下 這邊可以留這個邊 就是讓它可以在丈量的時候 比較好做一個基準 會比較準 對 可以上 上車 好 第一次上卡 現在穿到我的新卡鞋了 我準備要去體驗一下第一次上卡 希望我等一下不要摔死 聽說很多人第一次上卡都會跌倒 我現在很怕我等一下騎一騎就跌到路邊 太可怕了吧 我跟你講 不要說上卡不會跌倒 第一次上卡就在家門口跌倒 所以上卡第一次是不是一定會跌一下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喔 可是我剛剛這樣練習一下 你說這樣 這樣卡下去 卡下去 踩下去 對 然後扭一下 然後再扭一下 接下來 感覺還蠻簡單的啊 不要用感覺 請問是這樣練嗎 對 腳這樣 可是我右腳比較熟練 左腳不太行 拖一下卡 所以摔倒通常是來不及拆然後跌倒的 對 所以其實只要來不及拆就不會 對 你只要有事先預備就好 紅利登到了 OK的嘛 摔一次就會了 剛沒拍到 你看 剛摔下來 還有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再多練幾次 我猜應該就不會 爬到 破 超錯的 可惡 希望不要再摔倒 我已經摔倒兩次了 可以喔 可以喔 上卡沒有很難啊 輕鬆的好不好 快摔啊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已經摔兩次了 接下來上卡 接下來上卡 希望我可以 在我騎腳踏車的過程中 可以再讓我效率提升一點 待會呢 我就騎著我的愛車 回到我的家 但是 先沒有穿卡鞋 不然我怕我會跌倒 好 我今天終於學會上卡了 所以之後呢 我就會帶著我的新卡鞋 然後開始在我的功率課啊 或是外騎的時候 然後帶他一起上場 希望他可以給我更好的效率 也非常感謝我的同學大力相同 知道我要去參加花蓮的拉拔 他們家因為是開捷安特車行 然後他們叫中鳴自行車店 特別 支援了我一雙卡鞋 讓我在比賽的時候 可以成績再快一點 希望可以戒指 不要輸給光頭 然後今天還來 買了兩頂帥帥的自行車帽 之後腳踏車騎的時候 真的喔 踩起來就更帥了一點 還裝了那個卡的卡 那個踏踏電腦 就是我的卡鞋 下面 裝一個新的這個 就可以讓我在 上卡的時候比較方便 然後手錶這也裝好了 OK 萬事OK了 可以約我去外騎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結束了 以上就是今天 我來我同學家 那就是中鳴自行車店 上卡的過程 而且我今天也摔了兩次 原來上卡是真的會摔車 不是在開玩笑的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 接下來我也會分享更多 我出去外騎練習的一些訓練影片 如果你們要修車 可以來內湖找他喔 我是你的教練楊周瑞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